游覽車撞山壁卡護欄案 造成29人受傷 嚴重車禍的駕駛就是他 同樣插傷的駕駛 直到進了醫院坐在輪椅上 面對警方製作筆錄 才點頭坦誠走錯路 重回現場是怎樣的速度 會讓重達13公噸的遊覽車 宛如餅乾壁一樣 撞擊後卡在護欄上 到底遊覽車有沒有超速 根據初步分析車上的行車圓盤記錄器 駕駛限速40 遊覽車開到60 疑似超速 而駕駛有沒有問題 電信駕駛擁有合法大客車職業駕照 有效日期直到2021年7月22日 這次沒有救駕過去也非救駕壘犯 去遊覽車有沒有問題 2004年6月出場 雖然有12次違規記錄 但都已經矯情結案 又強制汽車責任险 有輔助剎車系統 重心比較高 只是沒有ABS防剎車鎖死系統 初步研判也沒有問題 然而車輪越高的車輛 越有可能出問題 因此如果民眾擔心 可以從車門檢查遊覽車狀況 出場日期代表車輪 作為人數也可以知道是否超載 還有總重也能初步辨別馬力的大小 但關鍵就在 就算這台車輪超過14年的遊覽車 沒有任何驗車疏失 以及裝備缺漏 但老車卻缺乏ABS防滑煞車系統 根據國外實驗 萬一打滑整台車將失控撞向路邊 但現場並沒有看見明顯煞車痕 是廣神還是車速過快 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記者出鏡用楊芷玉 這樣報導